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打开心门 来聆听神的话语 好 还没有聆听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一起提脱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 有这么好的机会 身体健壮可以来到你的脚前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恩告你不配的仆人 这样子圣灵可以带领着我们 也以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而明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经节在雅各书 这个经节呢 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年 我非常喜欢这个经节 我的弟兄啊 你们落在百般设练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设练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欠缺 那这个经节呢 给我很大的安慰 或者说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我还是个穷学生 没有钱念书 每个星期都要在 餐厅里面打工 所以呢 读了这个经节之后呢 我总觉得 主啊主啊 为什么你让我受到 这么多的这个失恋啊 但是我知道主 我要喜乐 其实呢 在我们的人生中 也是这样子 我已经在医院 整整一个月了 想到明天就一个月了 那在医院里面 陪着这个父亲 照顾的父亲 整整一个月 认识了很多人 今天啊 我要回家的时候 碰见了这个阿姨 六十多岁了 然后我们在 他也跟我聊天 我就跟他聊天 他呢 告诉了我说 他丈夫 年轻的时候 有碗艺啦 就跟他理分啦 然后有三个孩子 他丈夫不理不顾 他就一个人闯天下 然后为了孩子的生活 把孩子呢 养大成人 然后呢 孩子都长大了 最后孩子的肾 有问题 他以为把孩子养大了 就很喜乐了 最后把自己的肾呢 也给了这个孩子 所以 每一个人家的人生中 无论他是信耶稣也好 不信耶稣也好 有的时候呢 人的遭遇 是不可以想象的 也没有人可以说 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啊 你不要来 不能够的 灾难 一定会来到我们 每一个人的手里 人生里面 痛苦 烦恼 压力 一定 会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涯里面 发生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有一个弟兄 他名字叫罗杰 他呢 心脏病 然后接受心脏手术 弄好了 几周 他又因 动手术 发生了 有点问题 还要做个治疗 做完治疗了 身体更健壮了 他骑脚搭车 发生了意外 摔断了 摔断了他的肖骨 血上加霜了事 在这段痛苦的时间 罗杰的母亲 过世了 他因此变得 非常的伤趣 当朋友问他 在苦难中 是不是有经历 上帝的周围 他 坦白的说 完全 感受不到 其实呢 这个罗杰 他的感受呢 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包括我在内 其实呢 我很欣赏像罗杰 这样诚实的人 我们的生命中 也曾经经历 伤趣疑惑 在罗马书 使徒保罗提到 就是在泛滥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劳炼 劳炼生盼望 在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到第四节 但那不代表 我们的思思哥哥 都能感受到那分析了 我们也许 需要有人坐下来 听听我们 我们的心声 也需要 向上帝 倾诉 然而有些时候呢 我们没有回顾 所经历的失恋 以疑惑呢 才能看到我们的心心 因而成长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 会用困境 来兼顾我们的心心 只要明白这一点 就能帮助 我们看到上帝的美意 加深我们对他的 什么呢 心靠 爸爸得到了这个病 我也觉得 主啊主啊 你在哪里 主啊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主啊主啊 求你给我力量 主啊主啊 求你给我耐心 照顾他 我记得有人说 父母亲把我们 养大成人 我们就陪他到老 这句话 很容易讲 做起来的时候 不简单 记得 你在百般失恋中 要大大的喜乐 因为知道 啊 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要忍耐 忍耐生劳练 劳练生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于主 好 我们就记得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求你给我们力量 这样我们明白 我们落在百般的 失恋中 主 我们要整着起来 我们要相信你 因为你已经 战胜了一切死亡 你已经战胜了一切 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烦恼 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主啊希望我们 在我们人生的苦恋中 我们 要欢欢喜喜 在我们的范围中 我们要忍耐 忍耐生劳练 劳练生盼望 就是你给我们的盼望 我们感谢我们 我们敬佛 我心铁香 椰文化 入感 ا蒿一盘 雨一样 祝求祢使我在清晨 能够听见祢词爱生 我心依靠野龙花 向西南山永不动药 宗城围绕耶路山冷 祝也有爱围绕着我 在清晨中我求高生 祝主就引领我 祂将我安置在 幻破地 幻破之地 祝耶路花是我的名 祂是我的诗歌 曾学祖 曾送主我的神